我这 那个小黄 哎呀我也跟你激动了啊 真的替你高兴 黄 你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哥 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你怎么还有附加条件呢 我喜欢光头 为啥呀 我爸就是光头 你爸也是光头 你不觉得光头的男人 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吗 你这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 你这知识请砸呀 哎呀我的妈 这都什么爱好啊 你不可能啊 我跟小色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身上最大的优点 就是头发非常茂密 他怎么可能成为光头呢 哥 我没问题 妈呀 你是光头啊 我我是光头 我不炫耀地说 我从小到大都是光头 我从小到大 我都不知道 长头发是个什么感觉 太完美了 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你好 你好 你好小黄 那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一见到你 我就 莫名其妙地 就想对你好 我 我愿意为你 这辈子是光头 下辈子是光头 为了你 我可以子子孙孙 都是光头 那要是女儿呢 女儿也在是光头 那也行 我相信你说 通过他们俩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两个人在一起 那就是完美无缺 哎呀 我实话告诉你哈 嗯 其实吧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男生 对我这么好过 你这样一对我说 我还挺感动的 这算啥呀 啊 这算什么呀 为了你啊 我现在对你好 我以后对你好 我子子孙孙 都为你好 我跟你们说 先放临织 第五对即将成功 哎 不叫即将啊 已经成功了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 谁不累 嘿嘿嘿 在那时的担当 谁不想谁就还陪 快乐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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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 啊 想 想你的公司 生命最快 啊 嘿嘿 快乐的 Family 叫快乐的 Family Family